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多倫多生活雜誌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分享 大家好,有沒有想過多倫多可以感受到日本的氣氛嗎?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裡是今年加拿大日本文化節的現場 它是北美最大的日本文化活動 如果大家過來泊車很難找位的話 可以直接泊去附近Square One Hudson's Bay旁邊有多層停車場 其實走過來都是幾分鐘很方便 我一進來就看到有雙泊手的攤位 他們很nice 這麼難得的機會 我當然是馬上跟他們拍照留念 今天這裡人頭湧湧 可能實在太多人喜歡日本了 或者我們先來看看攤位有什麼賣 第一間見到是賣日本用品的 它還可以上網order 有浴衣 有拖鞋 還有些穿了好像忍者的健康鞋 這個攤位好可愛 可以給10元抽一次搶 碰碰運氣 看看可以抽什麼新奇好玩的東西出來 這個面具好棒 如果有看鬼滅之刃的 就一定知道這個面具 如果買了它 那麼今年萬聖節 就不用頭痛 裝什麼造型了 另外這裡有很多貼紙 有沒有你喜歡的角色呢 我喜歡的五條五 名人和黃昏都在這裡 另外這些攤位有很多精品 每次我去到這些精品店 都覺得很吸引 可以看很久 好像這幾隻龍貓多可愛 除了這些攤位 其實還有很多攤位是在後面的 這個是手工手飾來的 如果摘起頭髮 穿起浴衣 配上一對長長的耳環 應該都蠻好看的 這檔很特別 除了有浴衣賣之外 它還有很多是和服浴衣相關的周邊配件 比如是遮瑕 帽子 手袋仔 頭飾 耳環等等 這個店鋪我都很喜歡 它是賣日式的小盆栽 這個我們很熟 Omomo都有攤位 不過相比一下 可能今天就沒那麼吸引 它也有少少驚喜 就是只要你購物 就算是口渴買支飲料 只是4元 它都會送回5元的Coupon給你 可以在Omomo用 而且它還有現場購物優惠 或者讓我快快帶大家看看 今次還有什麼攤位 這個攤位 人山人海 不過就不是看車 因為它有免費抽獎 回到草地那邊 圍著草地的攤位 主要都是賣食 這一類嘉年華式活動 美食就一定不少得了 買了食物可以在草地這裡坐下 一邊吃 一邊欣賞台上的表演 還有很多朋友仔 帶狗仔一起來 吃東西的攤檔都多 選擇都幾多 可以吃到飽 飲品的攤位都一樣多 我們就試了這個 這一檔超級多人排隊 可能要預約20分鐘 其實是吃什麼的呢 就是它了 大過臉的大蝦餅 沿路走進去 還有更多攤位 在裡面 很多食物 或者讓我快快走一轉 讓大家看看有什麼食物 在這裡 吃完食物,可以走到這裏玩一下 這裏有很多夾公仔機,可以給大家一剪伸手 走走聽到大會播動漫音樂,很興奮 或者最後和大家玩一下,大家猜不猜到我扮的是什麼角色呢? 如果猜到的話,歡迎留言告訴我 如果猜不到,都絕對不是大家的問題 是我未夠神似 今次分享到這裏,多謝大家收看 歡迎留言或者email給我 記得幫我訂閱和share給朋友仔 下條片見